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一巡章是中国军队的最高荣誉 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 十分感动 同时有点惶恐 感动就是我们军委主席亲事给我颁发拜议寻账 并且关心了问问身体 而且定座要千万要保重 惶恐的就是因为这个证书上写的是 为国防建设中的巨大贡献 建立了足够的功勋 感到不敢当 在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中 如果说功勋卓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 打造的是锋利的锚 那么以前其虎为代表的中国防护工程人 则是为中国国防铸就了坚实的盾 前老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做的事情是防护工程 对 那么我们当下处在一个国际局势 是很纷繁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下 您所做的这些事情能为保卫这个国家 让我们这个国家不被动 您做的事情和这个目标是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样讲 现在经历世界未有的大变局 现在当前是个非常复杂的变局的走向 我们国家的阶级防御战略 我们不当第一枪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要承受敌人的第一枪 我把我们的战略武器杀手舰保护好了 才能实施第二次反击 所以这个防护工程现在特别重要 前老我不懂啊 我多问一句 就是如果某一个国家 某一方面的力量 当他们使用核武器的时候 那么作为一个受攻击的国家 您设计的这一套工程 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 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保护实力 您当说是 我们对于我们刚才我讲的指挥领导机关 对于我们的战略武器 是要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的 也就是说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 包括核打击 我们都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随着我们敌人打击手段的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防护手段也在不断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人民 告诉我们领导 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 而且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防御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各种打击 保存国家有生力量 保障国家在遭受第一波攻击后 拥有反击能力 这就是前七湖所进行的研究工作 作为我国著名的防护工程专家 和中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 数十年来 在他指导下构建的一系列地下防御工程 构成了中国战略防御的基石 因为很多哲学家 包括心理学家都说 一个人的童年会决定他的一生 回过头去看您的这一辈子 您可能后来的一系列的选择 都跟您童年的时候所经历的密不可分吧 对 因为我是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提提 我的童年就看到了 我在上海郊区 等于叫现在是昆山 看到了日本强盗叫曹军梁 看到了慧安护的 我们看到了 这些事情对孩子来说 带来什么影响 后来当家 这叫王国奴 前骑虎是江苏昆山人 1937年 松户会战爆发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 1937年11月 前骑虎的母亲在逃难途中 把她生在一艘小船上 新中国成立后 依靠政府的助学金 前骑虎完成了中学学业 高中时期 他优异的成绩单 曾被上海抗美援朝慰问团 作为礼物 带给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 1954年 17岁的前骑虎 被保送进入到当时 中国顶级的军工学府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回过头去想 您年轻的时候到哈军工 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当时来招生的成功大将 派人来到我们的中学 叫上海中学 是上海最好的中学 招生的时候就讲了 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国防 强大的军事技术 装备叫我们报名 保送 报资源是不填专业的 当时还没有导弹系 没有原子能系 空军系 海军系 炮兵系 装甲兵系 工程兵系 五个系填三个 我第三志愿是工兵系 因为工兵报的人少 所以报了就录取了 养成了当时一个习惯 也是一个风系 就服众处置 迈进哈军宫的大门 并被分配到了 相对冷门的防护工程专业 这里也成为了 前七虎中国现代防护工程 定基人的起点 您学的这个专业 您在学的过程中 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吗 开始不知道 但是开始的时候知道 说这个专业是绝密专业 哈军宫 所有的专业 机密的 但是只有两个专业 是绝密的 这是绝密的 后来过程中间的 逐渐更加深刻了解了 因为我们朝鲜战争 后来就结束了 后来我们高年级的学生 去朝鲜去参观了 上海令战友的坑道 回来讲坑道的作用 也就是防护工程中的作用 所以对这个专业逐渐建立了 非常感情了 感到非常需要的 就是要保护我们部队 不受炮炸弹 轰炸打击的这个生命 部队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初期 现代化国防建设 基本都是从零开始 在哈军宫 前七虎学习所用的教材 大多来自苏联 我们哈军宫啊 教材是苏联翻译过来的 我学的时候已经是五千五万年了 教材还是这是防炮弹炸弹的 不是防核武器的 核武器的苏联没给我 所以后来叫我去到苏联留学 去学那个防核武器的理论 前老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苏联人不把这个相应的教材给我们 让你们能够学呢 都是这样的留一手的 你把它都学到了 不是就超过它赶上它了 所以现在这个学主席讲 我们关键技术 是要不来的 买不来的 讨不来的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很深刻理解 一讲我就懂 对您来说 学习的压力和分量就更重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在哈尔滨 因为我当时中学就知道 说是马克思讲的 天才就是勤奋 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哈尔滨我六年 我没有到过 哈尔滨的松花江 不是熔滨啊 冰冻以后熔滨很漂亮 没去过的 到苏联 我四年没有去过林宁牧 因为林宁牧参观 红场我去过的 但是参观林宁牧要排队啊 很长的队 舍不得时间 舍不得时间 1965年 前几乎从苏联学成归国 成为西安工程兵学院的教员 工作之余 他没有放下自己 在苏联就学期间 开始思考的问题 在苏联的时候 研究的课题嘛 不是学习他们的 核爆炸的理论嘛 感到这个理论 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 1979年开了团 全国的防护工程序 第二次序设计 我一下子拿出了八篇论文 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啊 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啊 都很惊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世界军事强国 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 钻地核弹 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 和巨大的爆炸威力 让人不寒而栗 加上精确制导技术的快速发展 中国防护工程 面临藏不了 扛不住的新挑战 为此 前期虎创造性地提出了 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构想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 他率队建立了防护工程 抗高速钻地弹的打击计算方法 研发了新型防护材料 和高抗力复合结构 并应用于诸多重要军事工程 为中国战略工程安全 装上了金珠罩 我们是在防 但是武器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那我们这个防 是不是要始终匹配他们那个高度 还是说我们也许有能力 能够在武器之上 我们早早把它罩住 现在我们能做到哪一层 以前叫超高抗力 什么的意思就是说 敌人正在研制 还没有装备到部队的时候 这个打击手段 我们就要研究出来 能够防重 这叫超高抗力 钱老我们自古以来就说 什么是上者 兵之上者 是不战而去之兵 那么当对方想用矛来攻的时候 我们有盾在防 虽然没有发生 但好像是一切都发生了 这就是不战而去之兵 这就是威慑力量 战略威慑力量 我刚才我讲的是国防工程 防防工程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国防工程 一个是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就保护人民的生命 采采安全 那么我们两个方面都建设了 那我们对敌人来说 他就捞不到便宜了 他也打击我们捞不到便宜了 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进攻武器 没有强大的防防工程 那一切威慑都没用了 钱老那如果要是达到 一个这样的动平衡的目标 始终能保护自己的话 那作为一名军人 那这一辈子不是始终得整个带旦的这种心态 科技强军永远在路上 因为什么矛盾一直在发展 所以我们的使命永远在延续 刚才我讲的活到老 学到老 革命到老 他的道理也就在死 永远在学 您这个学的过程 一辈子是什么样的 一辈子就是要关心敌人的动态 1988年 钱奇虎被授予少将军钱 1994年 他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职务更高 责任也更大了 但在军事防护工程之外 钱奇虎也关心着国家重大民用设施的建设 在南京长江隧道 南水北调 西汽东书 国家能源地下储备 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中 钱奇虎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 和关键性难题的解决方案 您是搞地下防护工程的 尤其是军用的 那么他们这些民用的项目找到您 看中的您什么呢 您能给他们支出什么招来呢 我们的地下防护工程 首先要把地下工程建成了 然后我们把它防护成 就怎么防原子弹 清弹的这一套 要建设进去 地下工程怎么建 我很熟悉啊 他签到原子力学啊 就给他们说了 那么现在的 又签到的这个另外一个课题了 这个原子力学啊 我们刚刚讲深地下工程 要深 深了以后有问题 这个石头拉出来就像炮弹一样了 就研爆 就研是爆炸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深部原子力研究的 那么你作为一个有 我们国家有真人感的人 碰到这些问题 你不想解决它 不想研究它 随着防护工程和民用地下工程 向地下更深部位开拓发展的需要 前期虎意识到 中国必须建立并大力发展自己的 延时力学 在它的不懈开拓下 如今无论是理论延时力学 还是地下延时工程方面 中国在国际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你要关心它 有的人就 这关心我的这个眼皮底下的事 我感到不行 就是也就是讲 我们中央竟然讲的战略科学家 要了解整个人 因此怎么样 决定融合啊 你这有战略的眼光 你才能考虑这些事 前期虎所取得的成就 映射的是它一路攀登的足迹 它制定了我国首部人防工程防护标准 创建了我国防护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解决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工程防护 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2019年 前期虎获得我国科技领域最高奖项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它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 全部捐助贫困学生 并捐款650万元 支持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有正确的精心观 钱你是为了你生活 生活是为了工作 对于共产党来讲 追求奢侈的生物 生活是一个耻辱 那你生意的情感是什么 给孩子 传统上都是给治愈 这个传统不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优秀传统包括曾国藩怎么讲的 都不是这样讲的 将儿女自由儿女的父 靠了父母的遗产来生活 这是对子没有出息的 棒子里面出孝子 筷子底下出叶子 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众多成就的背后隐藏着无法弥补的遗憾 十六年与妻子两地分居 在孩子和母亲需要她的时候 无暇分身 母亲故去后 钱其虎选择的方式是设立慈善基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她将自己院士津贴获奖奖金 资助给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 近三十年来 捐助总计近百万元 我这里也讲到我的母亲啊 我亲母亲太多了 您这个岁数您自己也是高龄了 八十五岁的老先生了 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吗 现在这个时候 经常晚上睡不到孩子想到 想母亲什么呢 想小时候的事 想小时候 怎么样 关心 关心我们的一些小事 同时想到 有些事我还是做的 那他高兴了 那他高兴了 睡院就睡着了 您得了这么多的分量很重的奖 心里面会跟老母亲说一句 儿子得了这些奖 对 我想如果他在他会高兴 所以中国人老说忠孝不能两全 对 您体会这句话 对 深深的体会 所以也就直接就坦然了 果然都是如此 自己也不顾如此 您这一辈子收获的勋章奖章很多 但是您自己心里面 人生走到这个阶段 您自己如果做一个评估的话 最大的得到是什么 最大的得到就是 我可以像保尔科莎金说的 一个人不要虚度年华 不要罗罗无尾 自己一生要献给共产主义世界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我把一生献给了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了 感谢观看